凤梨大丰收 准备运到集货厂分装 希望卖出好价钱 一整车都是凤梨界的武林盟主 台农17号金钻凤梨 这棋用来一个好处 它是低酸度的平静 为什么我都要在这棋金钻 第一点好在乎的 好管理 不是最甜 但够甜 又让果农没有压力 当前金钻凤梨市占率高达九成 说到凤梨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果树 每年收获面积约一万公顷 凤梨一颗一颗的冒出头 这种植物在台湾已经生耕了 四百多年的时间 因为它的台语叫做翁来 是非常讨喜的水果 因此在产值还有产销上 都非常的亮眼 更是外销之王 凤梨原产地在中美洲 属于这袋水果 新温低于14度C 就会停止生长 甚至冻伤 而且还要通过台湾冬天的 失冷考验 因此台湾凤梨产地多在北回归县以南 并且由工部门主导杂交育种和栽培管理 嘉义农事所有百年历史 是台湾育出最多凤梨品种的单位 穿梨牛子裤 穿梨在带刺的凤梨田里 嘉义农事所果树副研究员 观青山 是凤梨品种改良专家 凤梨相关问题都难不倒他 那日本到台湾以后 他发现台湾这个地方凤梨 适合种凤梨 然后他也做了一些罐头 那这些罐头送给日本天华以后 他发现反应还不错 所以他就在台湾做凤梨罐头的这个产业 把凤梨加工成凤梨罐头 曾经为台湾赚尽了大笔外汇 于是农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凤梨 在1972年的时候 当年台湾的栽种面积高达了16000多公顷 但是到了1985年 短短13年间却减少了七成 原因是凤梨工厂开始外移到了东南亚 这个产业转型的过程 也促使台湾加速了凤梨品种的研发 以鲜石内销为导项 当前台湾凤梨品种丰富性居世界之冠 官方正式命名品种多达23种 风味 酸甜比例都不同 纤维粗细也有落差 至于要如何挑选凤梨才不会采雷 根本 前台湾菇 鲜石内锈 植株较大和多余的季节 容易栽培出肉生果 因为水分较多不耐储存 因此外销上通常以古生果为主 出货前 资生果农都习惯用橡胶棒 轻敲凤梨来判断果质 选对凤梨就能品尝到香甜滋味 然而供买时并不是果形越大越好 你要切成大了 越强越变得粗 它一定要大一点 水分要饱和 它比较粗 所以它比较粗 你比较粗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很油 用你的刮 嘴里的刺痛感 让不少人对凤梨尽泄不敏 专家提供几个方法 让您不再具这种水果与千里之外 还可以充分获取凤梨的营养 一样比如说我就撒点梅子粉 因为它里面有点眼这样的一个成分 对缓的这种刺激也会有一些效果 它里面的成分含量 我们第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的 因为它是一群蛋白质分解酶 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帮助消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再来呢就是国外研究 也有发现它是可以降低一些发炎反应 凤梨再好吃也不能过量 免得身材变得跟凤梨一样圆滚滚 凤梨外表看起来凶狠 蜘蛛上还有刺 但它早就用甜蜜蜜的内心 融化许许多多挑剔的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